带上黑色墨镜 遮掩连日来的憔悴 吴启力出门买宠物用品回家 比起前一天接受媒体专访 态度明显低调许多 我觉得她报警不是说 真的想伤害我 只是她觉得妈妈快死了 没救了 我一定救我妈 我觉得这件事是令到我觉得 提到女儿 吴启力就忍不住哽咽 眼眶泛泪 她说女儿会说她虐待 其实是因为太想救妈妈 吴卓琳也向记者表示 不忍心看到母亲酗酒 每晚喝两瓶 喝不下还催吐硬喝 才以被打伤为由 向校方报案 吴启力否认吸毒 但坦诚工作压力大 睡前又喝红酒的习惯 从她住家窗户贴金纸 阳台放了葫芦和麒麟 这些有助家运的风水摆设 也不难看出端倪 据传当年未婚生女 与成龙达成协议 定居上海 却在四年前 心女返港念书 让成龙怒断 每月近四十万台币的生活费 老师跟我说 你女儿想自杀 在我角度 我觉得没什么可能发生的事 因为我太了解她 吴启力正保释后查 五月前恐怕无法见到女儿 香港福利署对外表示 小龙女正留院观察 最快周日 亲人可以接走 若虐女案成立 会以小孩的利益为依规 抚养权不一定会交给 身负成龙 记者综合报道